音樂 哈囉大家 我現在要準備去交出國交換的申請文件 希望可以順利正式上 Wish me luck 我只要交換申請資料了 然後這次申請的學校有千葉大學跟大阪工業大學 那就是要先經過校內出審 有通過的話就可以獲得交換的名額 所以希望可以順利選上 有線合機嗎 我去中尼熊學校去年初的學校 我去中尼熊學校 我去中尼熊學校 是一般我們去中尼熊學校 我今次在台北 然後我在南京復興站這邊 準備要去台日交友協會辦簽證 哈囉大家 時隔兩天我又上台北了 上來拿我的留學簽證 那我現在已經拿完了 然後昨天是Apple的新品發表 然後發表會完之後 iPhone14就有降降 那剛好我最近要換走 所以我就跑來101這邊 準備帶一支iPhone14回家 哈囉大家 今天是9月17號 然後距離出發日本還有三天的時間 那我今天收到了我在蝦皮買的這個衣物壓縮袋 這個是收大衣的 然後這些是收一般衣服的 那因為我這次去日本 我只有買一個40公斤的行李空間 變成說我能帶的東西 還有我能裝的空間非常有限 那我是希望我可以把衣服 集中在半個行李箱內就把它解決掉 那勢必就是得盡可能的去壓縮一路的體積 但是你也知道就是 冬天的衣服啊毛衣啊上衣 這些都很膨然後很佔空間 所以就需要用這種壓縮袋 來節省他們的空間 把他們壓扁 那我剛剛有試著把我的大衣把它壓縮起來 真的非常有效 看變超扁的 所以現在就是要把 行李箱裡面原本折好的衣服 把它裝到這些壓縮袋裡面 然後把它壓縮起來 然後看待會收完的成果怎麼樣 看它可以把行李空間 節省到什麼樣的程度 這一半邊是我目前收好的 看起來是還放得下 但其實已經旁邊還有幾件衣服 其實是放不進去的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用壓縮袋 把它們都壓縮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用了這個壓縮袋之後 我連這個大衣都很完美的 塞進了這半邊的行李空間裡面 所以這半邊裡面就放了 我之後春夏秋冬會穿到的所有衣服 包含像是這個羽絨大衣 毛衣長袖短袖長褲短褲長裙短裙 所有的衣服都在這半邊裡面 然後左半邊的話就是放一些生活雜物 所以就非常推薦大家如果之後出國 如果衣服帶比較厚重 或是衣服帶的量比較多 可以使用像這樣的壓縮袋 真的可以節省蠻多的空間的 那因為我現在東西已經收好了 所以等之後到日本再拍給大家看 我到底心意裡面都帶了什麼 好 哈囉大家我現在來到機場的第二行巷 來拿我的SIM卡 但其實我的飛機是在第一行巷 所以我等一下拿完SIM卡 然後我還要回到 從第二行巷回到第一行巷下去 晚上的機場人蠻少的 我們拿的是這個 楊點知識的結心 終於掛完行李然後出鏡了 然後我現在在免稅店的這一條 然後可能現在因為已經很晚 已經十二點半 所以店都關了 然後我現在看起來超狼狽 因為剛剛掛行李的時候發生了一個 小小的差距 就是我的機票是哪一件行李 然後四十公斤 所以我就只有帶一個行李箱 然後剛剛兩個時候是三十四公斤 左右 但是那個航空公司的人就說 他們單件行李不能超過三十二 那我就跟他說 可是我買的是四十公斤 然後他就跟我說 是四十公斤 然後不限電數 可是他網頁上是一件 所以我就以為只有一件 所以我剛剛就把行李 拖到旁邊的地板上打開 然後把我的行李拆成兩件 然後才拖運成功 然後剛剛在那個出鏡的時候 就是要把電腦那些東西拿出來 然後因為我的靴子放不進去行李箱 所以我今天就穿著他 然後就是撿他的時候 我的靴子都要脫掉 然後我剛剛在那個過X公斤的時候 也是弄得滿身大汗 因為我帶平板要帶電腦 然後要脫靴子 然後就很多東西 然後反正現在終於出鏡了 然後現在十二點半 然後我的飛機是兩點四十 所以還要在這邊等兩個小時左右 這是十二點半的機場 空盪盪的 沒有什麼人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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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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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終於走到了 現在有夕陽 然後我忘記補充 剛剛在辦那些 住民登錄啊 公民嚴禁檢檢檢 還有健康保險手續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區域所的那些 人人都好溫柔 就很有耐心 雖然語言不同 但他們還是很努力的 想要幫我 但他們還是很努力的 天啊天空好漂亮喔 耶今天是個完美的一天 遇到了很棒的日本人們 然後也處理了非常多的事情 超級大間 我要來去找床墊 這邊有賣很多那種set 就是一陣套 還有很多種 然後 終於扛回來 超累的 現在先 裝完床墊之後 就要出去吃飯 就可以了 看